中华職棒20年总冠军之争 统一时最后以5比2打败兄弟像 夺下冠军完成三连霸 冠军赛才刚落幕 今年却传出一次職棒迁赌打假球 板桥地检署长期监控绰号 与刷蔡正义为首的陶债集团迁赌战 涉嫌行贿球员在整个球季打假球 向赌客谋取暴力 检方正密及约谈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国民党中常委补选初步规划在 11月14号举行 史无前例的权额补选将重新选出 32席中常委 国民党秘书长詹春博表示 这次补选登记除了严格进行资格审查之外 为了防止仿装也将分6区进行投开票 一旦查出有请客送离等会选市政 候选人和支持者都将开除党籍 伊拉克昨天上午发生一起连环爆炸案 两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司法部和省政府大楼外爆炸 目前已知至少有149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伊拉克当局强烈怀疑这起血腥事件 是由当地盖拉组织 或是由海山的残余势力策划执行 这是最近两年多以来 伊拉克发生最严重的爆炸事件 政府扩大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风波继续延烧 今天卫生署长杨志良 到立院专案报告 朝野炮生隆隆 开放内脏绞肉 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影响多大 各国进口美国牛肉的标准又是如何 美国牛肉输入台湾赚到实质利益 台湾进口牛肉又有哪些得失 政府压力难过 国民健康保护是否能够把关 未来就看政府如何严格执行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主席林丹信聪 要开放这个美国牛肉 然后引起全台湾 不管是蓝的或绿的朝野之间的大为反弹 很多民众都说 政府不是说应该要帮我们的食品安全 来做严格的把关吗 怎么现在说所谓的美国牛的这个白来 内脏要开放 再说最危险的这个地方 包括美国牛的这个脑 眼睛 还有所谓的脊髓的部分 也说原则是不开放 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人家申请你就开放 还是说现在申请你不开放 那过一阵子舆论压力低了之后呢 人家来申请那你就又开放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开放美国牛肉 究竟会让台湾的民众 有多大的风险 是不是真的所谓的上权入国 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说 其实政府已经做好了 严格把关的这个动作 很多人其实只是起人忧天 因为吃现在政府开放的 美国牛肉得到所谓的 狂牛病的几率是低之又低 所以简直是比所谓被雷连续打到两次 还要低 但是呢 究竟这样子够不够安全 今天有话说好好来谈一下 美国牛肉跟狂牛病 先来介绍今天四位专家学者 我们来介绍是 卫生署牛海棉状脑病 也就是所谓的狂牛病的专家 咨询委员 同时也是现在的台大职位所的教授 詹长泉詹老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时间大学食品营养 以及保健生计系的助理教授 郭嘉芬 郭老师 大家晚安 我们欢迎前卫生署的副署长 李隆腾 李副佐 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大家电视上 每天都看到他的 消极会秘书长吴嘉诚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请教秘书长 让你们这几天 气扑扑 气串串 今天你再跟刘法院说 所谓的不排除 第一个要所谓的 巨吃美国牛肉 第二个 如果说这样还不行 要不排除巨买美国货 到底这件事 对我们消费者 造成多少的风险 这是这来说 我们现在的 打拼的地方 希望我们本土自己的政府 可以抖得住 抖得住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好用其他方法 来用美国政府来作要求 嗯嗯嗯 今天我们武器立法院了 三个党团我们都拜会了 然后基本上我们都得到 相当满意的这个回应跟打呼 实质上来讲表示民意机关 跟民间消费者保护团体 是有相当的共识的 嗯嗯 uh 如果不持续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觉得啊 这个 我们不但是 输了这个理智啊 嗯 那个不重要的这个面子 哦 当然也会输掉 嗯嗯 那在现在这种情况 来讲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这样的开放 是为了什么 誰做的決定 那嚴格來講 我昨天也跟媒體講 這樣的這個做法 已經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應該有的常態 照理來講一個國家 一個食品衛生單位 甚至國家的國安系統 是應該要保障老百姓的安全 然後這些事情實質上也沒有什麼 真正大不了 不能夠讓老百姓知道的 秘書長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查了一些資料 說實在 現在所謂的美國牛 30月0以下傳染給人的這個機率 所謂個案我們沒找到 換句話說 是不是我們只開放 30月0以下的這個牛脂進口到台灣來 台灣人感染所謂的狂牛病 也就是新型褲甲氏症的機率 就是等於零 另外我們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根據日本厚生省 所提供的資料 所謂的一條牛 它具有所謂的那個 會讓人家得到所謂的 新型褲甲氏症的這個 特定風險物質 SRMS 有哪一些部位特別高 最高最高的呢 就是腦 腦呢 所謂的100個單位裡面呢 含了66.7% 這個是最危險的 然後呢 再來呢 是脊髓的部分 是25.6% 還有呢 所謂的所謂的 脊椎的這個神經結 還有眼睛的部分 啊我們現在來看 現在就是說 這些部分 我們剛剛寫 藍色字的這個部分呢 政府是說 30月0以上的 比較老的牛 絕對不會開放 那30月0以下的 這原則不開放 人家就問說 什麼原則不開放 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來神經 我會用所有的行政程序 不讓你進口進來 那大家敢說 是不是會來過一陣子 你原則就又開放了這樣子 可是我們想說 現在的看法 就是說 比較風險的這些地方呢 30月0以上的 通通都不進來 然後30月0以下的 這些原則上也進不來 啊當然這個所謂的 扁桃線啊 回床末端啊 這個是全面禁止 不管你這隻牛是多黨 這樣子是不是 民眾的安全就獲得保障 不過我們今天也看到 台北市長 郝龍斌呢 他還組成了叫做 所謂的 巨吃美國牛肉內臟聯盟 因為現在大家很訝異說 居然是台北市 一樣是泛男執政的地方政府 跳出來反對中央通過的 這樣子一個政策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害怕 為了替全國人民的健康把關 抗疫高風險的 美國牛內臟也能進口 消息會今天一早 就到立法院來陳情 希望立委們 不要罔顧人民的健康 而執政黨立委 也趕緊表態 不會全面護航 黨團並沒有反對 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黨團反對的是 要反對開放這個牛角肉 還有這個內臟進口 骨頭本來跟我們的脊髓那些東西 本來就連在一起 神經這些東西連在一起 你要取的時候如果把它分得很乾淨 這基本上是有困難的 被消息會當場反駁 國民黨立委們很尷尬 而消息會再到民進黨來做陳情 雙方立場一致 民進黨立刻做出承諾 由於這次開放的幅度超過原本的預期 不只立法院反彈 就連縣市首長也紛紛加入 其實之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對媒體表示 如果馬總統先吃 他就會跟著吃的條件說之後 台北市長郝龍斌今天上午也親自舉行記者會 大動作的向中央喊話 如果要開放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政府這裡會鼓勵民間業者 啟動一個拒絕食用牛肉的內臟 脊椎跟絞肉這樣的一個聯盟 美國牛肉的開放已經從立法行政部門的對立 擴大到地方和中央的意見不同 究竟要如何吃才能健康有安全 恐怕才是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不過鄭老師我先請教你 就是說因為您是所謂的這種狂牛病的 專業諮詢委員之一 上禮拜我們看到媒體這樣說 你看到這北來要開放 你自己刺一條 可是我們想到說 所謂的北來內臟的部分 似乎沒有那麼危險 而危險的地方通通都禁止 你如何看待現在政府的這樣一個開放 人民到底有多大的風險 我想是要回歸到衛生署這個委員會的功能 經過六七年來不斷的評估 世界各國要台灣開放的時候 我們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上 美國國家對於這些含有 對於國民健康有影響的這些物質 包括牛肉 要做進出口的這個談判的時候 有一個規則就是要依據健康風險 也就是說你這個國家做了健康風險之後呢 覺得這樣的一個物品進來會高分